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多肉植物行业的幕后故事 这个行业可不简单哦 不仅需要对植物的种植和养护有着极高的要求 还需要有强大的市场营销策略才能在市场上立足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多肉植物的种植和养护 多肉植物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 需要特别的土壤和养护方法才能生长得健康美丽 而且不同的品种需要的土壤和养护方法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种植者必须对植物的习性有着深刻的了解 才能够科学地种植和养护它们 但是仅仅有着优秀的种植和养护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市场营销策略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多肉植物爱好者都是被漂亮的多肉照片所吸引而购买多肉植物的 因此,在市场上成功的多肉植物品牌 必须要有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和品牌形象 同时,品牌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和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秘密 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多肉植物商家手中 很多的多肉植物都是被人为的进行了品种混杂或染色 这种行为不仅会损害多肉植物的健康和生长 还会误导消费者 让消费者购买到并不真正存在的多肉品种 总之,多肉植物行业内幕就是这样 种植者需要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持 品牌则需要有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和品牌形象 并且消费者也需要提高对于多肉植物的认识 以便在购买时做出明智的选择